最近中國也做了一些動作 王滬寧他特別這個制定了一個 所謂的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希望將福建作為這個兩岸融合的 發展這個示範區 有人擔心說 在我們前線的這些金門馬祖 未來有沒有可能變成烏東化 台灣該怎麼面對呢 好的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討論 就是為什麼中共會提出一個 所謂的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基本上2024的大選 我覺得對中共它是盯得很緊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好像 他希望的候選人 應該好像不會當選的樣子 所以長期以來 他希望能夠在台灣島內建構一個 叫做親共政權這個目標 看起來短期之內不可能實現 所以王滬寧就提出了 這樣的一種構想 其實這個構想是20大以後 中共所謂的新時期對台 這個總體戰略方針的一個 總體方案之一了 那麼現在它只是加速提前的 來推動這樣一個計畫 那麼您剛剛一開始提到就是說 那我們先不談這個計畫 我們先談它將來要 接下來要怎麼做 兩件事情一定會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要進行所謂的新三通了 我們有小三通嘛 它叫新三通 通什麼東西 通水 因為福建的晉江水庫 有大量的水是可以供應到 這個金門過來的 另外一個叫通橋 可是不只是橋 不是夏津大橋而已 它現在還要連接一個叫什麼 夏津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到了廈門之後 如果再連接的話 可以直接到北京喔 所以他們痴心妄想 就是說有朝一日 它從北京清晨首發 傍晚就可以 甚至是中午過後就可以到達台北 所以有所謂的夏津高速鐵路等等的 另外叫做通電 就是通這個 雖然說台電就是說 金門從來都不缺電 為什麼要通電 但是這些所謂的新三通的中午做法 都是利用一種什麼樣的陰謀呢 而且這個陰謀 大概只有王滬寧想得出來 那麼什麼陰謀呢 就是台灣的陰謀 我再講一遍 長期以來金門與這個馬祖 甚至也可能包括澎湖 總是台灣的離島 無論是基礎建設或其他方面 相對來講 對於台灣本島來講 相對比較落差一點 所以他就想利用 或者是抓住這個離島地區 金門 馬祖和澎湖 長期以來相對於本島的 某一種種叫做離島意識 或者說一種邊緣的一種意識等等 去操縱這樣的一個不滿的情緒 或者是一種被邊緣的一種失落感 然後失諱於金門與下面的人 來收攔人心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烏東話 我們知道烏東為什麼叫烏東話呢 因為我們講烏東四周 俄羅斯在還沒有侵略烏克蘭之前的時候 他是在烏東四周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扶植了烏東四個州親俄的這個政權 事實上它的理念跟策略是一樣的 跟這一次是一樣的 那麼我又再回頭講就是說 其實這也是一種中共長期以來 所謂的超限戰的一環 超限戰裡面這個橋梁 他這本著作當中 我們提到一個概念叫做磁化武器 磁不是電磁的磁 是這個磁祥的磁 就看起來很磁祥 和蔼的這個樣子 就是說磁化武器本身不是以造成人員的傷亡 或者是對實體的摧毀為目標 它是怎麼樣 癱瘓你的神經 改變你的認知 蕭纏你的壯志 然後卸下你的抵抗的意志 叫做磁化武器 現在這個所謂的夏京這個 或者是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局 正式出資於這個超限戰裡面講的 這個磁化武器這個理念而來 所以接下來的總統的做法 我認為在2024以前 總統大選越來越逼近的時候 這種統戰的策略會逐步來升高 那麼甚至我還觀察到 敏銳地觀察到就是說 過去這個統戰的一個對象 還有一個叫做在地協力者 現在表現為是2024總統大選當中裡面 叫做在地協力候選人 他現在還不僅是在地喔 他還找了外地喔 叫做外地協力者 前一陣子那個長峰基金會辦了一個論壇 請了一個新加坡的前外交部長 叫楊榮文的 來我們這邊放言高論 他說台灣的現狀是不可持續的 最好盡早地跟中共談判 用什麼方式來談判呢 邦聯或者是聯邦等等的 但是邦聯與聯邦本身只是個過渡 最後還要怎麼樣 怎麼樣 終究要走向與中國的統一啊 這個就是怎麼樣 外地的協力者 他現在跟原先的在地的協力者怎麼樣 相互的呼應 相互的唱和 所以這似乎就是說 目前這種隔海這個呼應的 這樣的一種統戰和在地協力者本身 這種相互的呼應本身 是2024當中裡面中共急於用這種方式 來干預或者是帶風向 或者是扭轉目前這個選舉的這個趨勢 以達到就是什麼樣呢 終究他希望能夠在台灣島內 建立一個親共政權 然後用最便宜 最簡單 最低消耗的方式來達到併吞台灣的目的 不過我們也不是說你說什麼 我就照單全收了 那麼我在這裡我要提出幾點質疑 我非常嚴肅地來看待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東西 兩岸融合發展 到底要融合什麼 然後兩岸要發展什麼 我首先要問清楚 甚至有一些在地協力的候選人說 要把金門作為一個什麼 兩岸和平的一個什麼實驗區等等 請問是實驗什麼嗎 是實驗怎麼樣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 是實驗這個一黨獨裁的 這樣一個專制的體制嗎 還是你要去實驗那種所謂網路 動不動就把你封平 就把你這個網路的審查的 這樣一個制度呢 還是你要去實驗人民 花了一生的積蓄 然後去買了一棟房子 最後這個房子本身爛尾了 甚至是交不出房屋 所以我非常強烈地質疑 這種實驗 示範等等 聽起來好像很中性 不過這裡面是有非常危險的 一種陰謀藏在裡面 是一個怎麼樣 裹著毒藥的糖衣 所以我首先就是說 到底要融合什麼 一個民主 一個專制 兩岸的制度是幾乎怎麼樣 天差地別 水火不相容 請問水跟火怎麼相容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騙局 第一個質疑 第二個質疑就是說 奇怪了 為什麼老師說你來融合我呢 為什麼我台灣不能融合你 好啊 那金門 馬祖 澎湖 你要這個所謂的兩岸融合發展 那你也給我三個 深圳 廣州也好 上海也可以啊 叫什麼東西呢 我們到那邊去示範什麼 台灣民主試驗區 台灣民主實驗區 台灣民主融合發展區 行不行啊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點融合的一種 一種趣味或者是恆性 一種對等嘛 等等 那麼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兩岸融合區裡面 他們其實就有很多優惠嘛 比如說歡迎台灣的學生去留學 注意喔 你要留學 你要選擇我們教育部承認的 你不要讀了半天發覺說 哎呀 我拿了學歷之後 教育部不承認的 還有去什麼 自居住 搬到那邊去住 還有買房子 各位 你覺得住在大陸的生態環境 零水 公共衛生 乃至於交通和這個公民的速度等等的 有哪一點比台灣強啊 所以你怎麼可能就是說 你一個狗窩要叫我們 這樣的一個金窩銀窩的人 到你那邊去蹲你的狗窩 這個是非常的不合理的事情 我想台灣人也沒有那麼傻 至於說你說買房子 買什麼 要買你這個爛尾樓嗎 或者是說買了之後呢 然後這個賤商交不出房子的呢 等等的 所以你這些優惠說起來 絕對就是說怎麼講呢 就是我們早已經根本看不上眼的優惠嘛 你到大陸去居住 空氣這麼糟 PM2.5 然後這個煤炭 霧霾 沙塵暴等等 甚至是核磚的污染 連水煮開了都不能喝的這種環境 請問台灣人願意去接受 這樣的居住條件嗎 所以以上種種我提出的一個質疑就是說 是這種兩岸融合發展本身 就是一場怎麼樣的 對於台灣一種蚕食蔓宴的一種 陰謀的政策 它諸置於中共黨內最危險的男人 叫王滬寧所構畫出來的 目的本身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像那個蛇吞野牛一樣 先把你吞下來 然後我發出 然後我釋放出那種很酸的那種酸意 然後慢慢把你溶解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非常 語重心長 我要非常誠懇地 呼籲我們親愛的台灣同胞 千萬不能上當 這個當一上之後永遠回不老頭 所以一旦你要是相信什麼 融合 和平 發展 誓言等等 這些鬼名詞的話 然後你去相信它的統戰的話 我只有四個字來做結論 就是台灣的命運 萬劫不復 而且一旦你醒悟了 也怎麼樣 無力可回天